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是一直追节目的观众 现在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 那就是陈思明和邦兵涵的方程式CP铁定锁死了 马子佳和陈子的马卡巴卡也锁死了 经过这两期的节目 怕是有些喜欢克CP的观众 连麦穗和大雄 郑凯卫和罗岳佳都锁死了吧 为什么我要说这是大家的错觉呢 因为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幸好小屋的几位要一起生活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才仅仅过了十天而已 虽然方程式是属于双向奔赴的 但不到书关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能走在一起 马子佳和陈子更是如此 尤其是有了女子的加入之后 谁又能确定 家偶天成一定能成呢 毕竟大家也看到了 马卡巴卡这个暗号并不是马子佳和陈子的专属 在女子孔乳唇这里同样声响 说实话 每期节目只要镜头切到观察室 所有的心动侦探就开始各种带节奏克CP 按理来说 他们的任务是分析素人嘉宾的感情线 从而延伸出更有价值的爱情观输出 但是看了武器的节目之后 恕我直言 除了每次能听到 哇 太甜了之外 就没有任何有营养东西了 看到这里呢 真的想吐槽一下 这一季的心动侦探不仅不会点评 连颗CP的词都很匮乏 甚至还不如观众呢 起码呢 我们还会说 真香 除此之外 观众是传出更过分的声音 是宋祖儿说的 我不要他们在一起 在女四和男一单独约会的时候 宋祖儿居然在观察室里表示不看好 话说 这真的是心动侦探该做的事情吗 或许有些观众并不太看好四号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毕竟大家都有先入未主的思维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 女四有什么错吗 难道只是因为比别人来得晚 就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了吗 有些人说 马子嘉和橙子已经是双向奔赴了 女四再来破坏就是没眼色 就是有心机 但话不能这么说呀 难不成女四只能追求比她大九岁 当时落单的郑凯威吗 如果这样才是合理的话 那这档综艺节目又有什么做下去的必要呢 观察室的心动侦探不给力 不能从客观的角度来翻析素人嘉宾的感情线 那么咱们就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宋祖儿会说不喜欢女四和男一在一起呢 很简单 因为从观察室的视觉来看 他们觉得女四和男一在一起也挺配的 换句话说来呢 观察室的几位现在也猜不透 男一到底是坚持喜欢橙子 还是会喜欢上小口 毕竟女四自从来到新号小屋就目标很明确 而且在追求马子嘉这方面相对也比较主动 那么女四真能追到男一吗 恰更中有答案 大家都被剪辑骗了 表面来看呢 女四和男一的单独约会好像还是挺甜蜜的 对此呢 很多观众也只能说一句 男一是中央空调 对谁都比较好 以至于让大家根本摸不透他的心 也正是因为马子嘉没有陈思明表情的那么明显 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女四有可能会追到男一 但如果大家要是看了第五期的夹更 相信心里对这件事情就有答案了 我们都被剪辑骗了 在只有35分钟的夹更中 居然有马子嘉和橙子的甜蜜互动 当时橙子站在马路中等人 紧接着马子嘉并开着车来接他了 两人在车上的聊天也是相当的甜蜜 而且可以说是很自然 马总继承字的时间是晚上下班后 大家都知道 一般只有男女双方确定关系之后 男方才会接女方 除此之外 大家有没有从马总的穿着上看出一些问题呢 其实大家要是结合马总和小孔约会时的场景就明白了 马总和小孔单独约会 还有这次接橙子 他穿的是同一套衣服 这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同一天 马总和小孔的约会是中午 吃完饭之后 马总把小孔送去了学校 但在下班之后 马总却主动地接橙子回家 而且还给橙子买了无糖饮料 话说 这还不够明白吗 爹雪芹说得好 马总对除了郑凯薇之外的男男女女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好 他对小孔虽然很好 但却只是妹妹而已 设想一下 如果马总是真的对小孔有感觉的话 他又怎么会中午和他吃完饭之后 晚上就去接橙子了呢 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 让观众觉得女次和男一有可能 因此故意把和女次约会和接橙子两件事分开简了 如果观众要是不注意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其实这是同一天 只要我们知道了这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那就非常的好理解了 表面看来 节目组极其地想要制造一种三角链的关系 从而引发话题 但实际上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女次的单方面追求罢了 马总从来都只是当对方是妹妹而已 在这次的加工中 橙子和马总两人还聊到了喜欢什么运动 最后呢 橙子和马总约了一起滑冰 然而大家有没有发现 下期的约会中 橙子就约马总滑冰了呢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七二偶天成这对CP 两人确实是真心的双向颁复了 当然从下期预告也可以看到 女次还会再次约会马总 而且还有再次进行表白 或许有些观众看得不舒服 但节目规则就是这么设计的 与其说心疼加偶天成CP 她不如说有点心疼小孔了 在夜里清赏漫天烟花时 女五触境深情 很感性地对男三进行了心动拷问 看来这对线上合的几率是很大了 女二体验男友视觉下的滑冰时刻 此前男一马子家开车接女二红成城时 便提到了滑雪滑冰相关的运动 没想到女二在这次约会里 果断选择了滑冰场 而且还体验到了 在男友视觉下的滑冰的感觉 女次开始认真了 女次孔如纯因为年龄小 大家都喊的妹妹 最初她达到心动小屋的时候 也的确像极了一位来旁听的学生 然而录了几期节目过后 女次终于开始发力 在第二次约会过程中 很认真地向男嘉宾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女色的认真 会让她和男一女二三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复杂 也会让大家充满好奇 不知道男一最终会选择 哪位女嘉宾呢 现在的信号小屋 五女四男 必定会有一人落单 而小孔就是可怜人了 当然马总和橙子的双向奔赴 也将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我相信他们能扛得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意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